最初的地方综合艺术节 艺术人成功的捷径 第六十三届开天艺术节 在十月十日落下帷幕 今年的开天艺术节 以在晋州市内举办的中夜晚会为标志 持续八天的艺术节活动全部结束 这次开天艺术节的闭幕晚会 像开幕式一样 毅然热烈和充满激情 第六十三届开天艺术节 被选为今年的庆南代表节庆 并获得了国费支持 正在积极谋求复兴 由开节仪式 艺术表演 附带活动等十个部门的六十四项活动 比去年更加丰盛多样 晋州大节的主题 贯通艺术节的全部 艺术体验活动 将艺术人的宴席和市民连在一起 使这次艺术节更加和谐 去年开始 开天艺术节将晋州任城窝乱胜利的历史场面 具体化有效地表现出来 特别是晋父牧师任职时 群众游行的场面最为成功 特别是十月三日晚上 开天艺术节的第一个活动 纪念晋州大节胜利夜间游行活动 将在晋州中学门口出发 到达晋州城内 由庆祝表演队和其他艺术团队组成的九百多人的游行 为晋州市民和观众献上了新的艺术大餐 10月10日下午6点半开始的 晋州大节胜利纪念集会 是开天艺术节的画龙点睛之笔 上述到421年前任城窝乱当时的晋州城 在中夜会上 官民浑然一体 将那段历史活生生的演绎出来 在晋州光美十字路口的市民粉装表演结束后 纪念战争胜利集会也随之开始 第63届开天艺术节 将单纯艺术变为大众化艺术 将民俗艺术的创造和创力发挥到极致 成功地落下了帷幕 受人们喜爱的开天艺术节 与晋州南疆流灯节一起 展望未来百年 我们期待这两个节庆 能够一起将晋州的历史和文化发扬光大 永远流传 NSP新闻 曾亚明报道